大家好 这个又是我们今天要花走的这个田螺路 有很多人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我在这个田螺路卖五十块钱一斤 还是能听听这样的报答 按道理说五十块钱一斤的牛肉 跟五十块钱一斤的田螺路 到底你又吃哪一个呢 有些人会说吃牛肉好 但是你要想着 牛肉路很常见 天天卖的都有卖的 但是田螺路那是 你的想吃 看实际啊 不是天天有得卖的啊 或许有人说了 那个田螺路市场上也 天天有得卖啊 但是你要想着 市场上的田螺路跟我的田螺路不一样 我的田螺路可是高山山群水养出来的田螺路 而且我们这个田螺路啊 都是保质新兴的 不是说放了很久的啊 就是今天下单 今天摸田螺 今天挑田螺 我们第一个晚上第二天马上就发货 这样保存很新兴的啊 而且我们这个田螺路怎么说呢 每一个过头都比较非常的均匀啊 你们可以看得到 都是一样大的啊 整个螺路啊都是大模子大的 你们在市场上卖的那些田螺路 有些是很小的 这些筷子是大 那有些是石螺路 他们掺杂了田螺路 到田螺路卖 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田螺路啊 看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田螺路啊 像我们这一带的话是两斤装的 也有三斤装的 就看你们喜欢啊 你们看我们这个田螺路 新兴度特别高的啊 过头相当的巴士 你看都有大模子这么大 这才是正宗的山泉水田螺路 有粉丝都问我啊 我们的田螺路为什么可以卖到50块钱一斤 那么我们的田螺路 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啊 首先第一点我们的田螺路啊 它是用高山山泉水养出来的田螺 它的口感特别棒啊 没有腥味 你们要知道 比四斤装卖的那些要好得多了啊 因为山泉水养出来的田螺啊 它吃起来特别爽口 一底腥味都没有 不像有些四斤装水狗的 养出来的田螺 那就是没办法比较 那么第二点 我们的田螺路 它新鲜啊 就是你们今天下单 我们今天摸田螺 今天把它挑 第二点就发回来 要保证新鲜的啊 它的新鲜都在这里 第三点 那么就是我们去挑路 出去用一样大的田螺 过程比较均匀啊 然后分量足 不会确定少点 而且还是每包都是真空包装 单独包装的 按按我说啊 为什么能卖五十块钱 就还有这么多人卖 其实最关键一点就是客服的认可啊 因为吃着放心 就安全放心这一点啊 是很多人都比较注注重的啊 那么五十块钱的田螺路 跟五十块钱的牛路 你会选择吃五十块钱的田螺路啊 还是五十块钱的牛路 你们会选择谁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个要发回去啦 拜拜 拜拜 拜拜